光线宣发门,崔永元报阴阳合同,影视圈的黑匣子都快盖不住了。 黑匣子,是飞机或高速列车上记录信息的设备,外壳具有很厚的钢板和保护材料。 通常如果飞机一直安全平稳的状态,那这个设备肯定是一直不会被关心的,很多所谓秘密的信息也会一直安静地待在黑匣子里。 反之,一旦航班出了问题,黑匣子里的秘密信息就会被记录,公开出来。 而最近,影视圈的黑匣子就被渐渐地揭露了出来。 后来的我们,刷票退票开了个不好的头,刘若英作为导演的首次尝试,原本是想一举成名的,哪只在自己导演生涯的开头就遇到了个倒霉事儿。 在五一档期间,其电影后来的我们前期做了大量宣传,各种话题,各种情怀轮番上演。 上映后也确实叫做,如今票房大卖13.7亿成绩绝佳。 但随后反转,五一没过就爆出在猫眼等平台上存在大量刷票退票的嫌疑。 简单讲,刷票退票的玩法大概就是,某方提前购买预售场次,炒火气氛,然后观众跟风买票,片方这时再退票。 一连贯的骚操作之后,数据有了,观众盲目地跟住进来了,票房也有了,而且这个事件也罗声门了。 导演丁盛直队光线,宣发费去哪儿了,风波不断,作为账面被卷入退票门风波中猫眼娱乐的控股方光线传媒,于5月2日又现宣发费用不明质疑。 而且引起导演丁盛导演,而且引起导演丁盛导演直队,钱去哪儿了? 据了解,该片投资产益,但票房却只有惨淡的6000多万。 此片的宣发,由青春光线,光线传媒夏蜀公司,和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,北京文化,联合发行。 于是导演不提票房,怒对对方承担宣发后,没有提供宣发费用明细表格。 而光线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提供明细。 这还没完,日前,作为英雄本色2018出品方之一的北京文化又开启了识问追踪。 套路坑6300多万制作费,相比光线传媒问题连连,套路聚集被制作公司影利娱乐坑了6000多万才是真的惨。 总共拍了7集就没钱了,按总价6000多万的费用算下来,核单集900万的预算,独于君很想说,如此牛的剧,可一定要拍出来,别携款跑路啊。 崔永元曝光范冰冰冰陰阳和痛事件,此事件是小崔对手机271系列不满中的一个点。 基本过程就是小崔曝出了范冰冰的阴阳和痛,一个人演绎出戏,签两份合同。 小的不怕曝光,正常签一千万,而大合同是五千万,总共拿了六千万 而这件事也透视出这种事或是行业前规则 这还是五月一整月的丑事,如果加上此前的票补、刷票等频频劣迹,独于均相信,黑匣子都快盖不住了 或许有人会说上述四个世界都未有最终的耻垂,但从已爆出的内容中,其实已然能亏探出一些真相了 如光线宣发门事件,根据北京文化公开的数据,独于均来算一笔账,按照整体票房六千三百万,平均票价32元去算,大盘共有196.8万张票产生 根据光线提供的数据,118万用于电子券增票,共产生3.68万张票,800万抢票票补 每张票补按照行业通行的10元计算,考虑平均票价32,最低限价19.9 票补最高费用也就是单张12元,产生80万张票,1000万票补,同理产生100万张票 根据媒体曝光,媒体的粉丝会就购买了9万张票 综上,光线猫眼以及粉丝购票已经达192.68万张票,也就是说,其他学道合起来的票量只有4.12万张 综合各平台公开的数据显示,绝对不止4.12万,所以看到这个数字 难道你还说没有造假吗? 同样,根据猫眼的数据显示,英雄本色2018上映第一天猫眼退票率为3.3%,远高于其他影片1.1%至1.9%的退票率 第二天猫眼退票率4.6%,远高于当天英雄大盘3.9%的退票率 这些退票是否含票补,回流的票补资金流向何处都无从可知 都说上帝给人开了一扇窗,同样关上了一扇门 其实在整个影视圈行业中,被关上的那些黑暗中的事儿更多,小到盒饭,租车,大到演员片酬,制作客户等等 一位电视剧的制片主任就私下告诉杜于君,他曾经参与过的一部网络偶像剧就遇到过如此情况 我是做财务的,一哥们是做副导演的,在我离职期间,他就让我去帮他做制片主任,打打杂 本来开始是拒绝的,但后来经不住哥们的嘴磨,以及我对这个行业的向往,所以就答应了 项目立项后,我从选角儿,看景等阶段进入工作,随后就跟著副导演哥们一顿乱转 每天的工作就是陪演员在国内外吃吃喝喝,玩耍,旅游,美其名曰就是与演员交流心得,看景 最牛的一次在一个酒店一页竟然消费了十多万 当时我也有些后怕,但最后哥们说这些都是公款消费,也就是然了 不过在最后剧开拍时,我发现他们竟然在小到盒饭,租车,长地租赁,大到后期制作特效等上都满了外水时,我才知道,这行不是我能玩的 也是那时,我有些碰恨这个行业了 类似这样的事情,独于君也在一位影视投资人这里听到过,此前被一个视频网站的制片和一个串串忽悠投资,并且还要求给他们房点以及中介费 类似上述上述的串串费,中介费,繁点,外水等在圈子中有很多,也算不上什么隐秘,只要事业内人,几乎都懂 只不过我们一般都不屑去揭露出来,毕竟相比影视剧拍出来后获得的万亿回报,那些外水都太小了 一位影视行业资深人士对此表示道 毕竟猫有猫到,狗有狗径,在没有人受到伤害时,这一切都是无助的 而一旦伤害到如崔永元,优酷,丁盛,北京文化等方式,这些就不能再无助了 因为这些黑暗对整个娱乐行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一是如果一部影视的投资是固定的话,有这种规则存在,就会使投资很大一部分走入灰色,客观上会减少聚集的实际投资,让影视聚集质量下降 二是如果牵扯到更多的金融灰色地带,那头税漏税的事情则会更多 三是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,把好不容易创造的环境给污染了 不过还好,这些个糟心事的一起出现,恐怕也将会是倒逼相关政策,监管的一个起点 当然,企业也有解决的方法,那就是用区块链让账透明化,事实上,国外就已经有企业通过区块链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Singular BTV区块链娱乐公司,他们就一直在使用去中心化应用,Doc,帮助电影人融资,筹备和发行影视项目 而且,他们公司采用了底层区块链机制,可以帮助跟踪已经完成的交易,并为交易双方提供信息透明化的帐篷等 不仅如此,国外的一些区块链甚至还应用到了整个范文语行业,全产业链上 而国内的区块链要做到这点恐怕还需几年,毕竟目前还是处在撒币和泡沫阶段 如果有哪个创业家眼光独到洞察到这个娱乐业的痛点,或许能为解决问题提供一些办法 当然这背后的利益关系方,也会给这件事带来巨大的阻力 总体而言,猎迹反映出来的关键词都是,行业的不透明 范冰冰事件表现的是剧集制作前期的不透明 套路事件是制作过程中的不透明,丁盛事件是选发环节的不透明,后来的我们是票五环节的不透明 可以说,如今娱乐业中的不透明,已经表现在各个环节 众所周知,通常一个事物速度越快,就容易发生问题,这也是可以理解的,毕竟欲速则不达 但随着互联网、资本、流量、明星、票房等关键词的催动 目前中国的娱乐行业还是以越走越快的趋势发展,这种趋势就像处在加速过程中的飞机一样,根本停不下来 而这些本来该在黑匣子中的信息暴露出来,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好像是飞机整体都有些问题 当娱乐业各个环节都有不透明现象的时候,就会让整个产业都蒙上阴影 其实,这所有问题是娱乐业长期高速飞行中逐渐积累下来的,只是潜伏了一个过程后,集中爆发的一个现象 最后独于军想说,快揭开这个黑匣子,环行业一片清静、光明 修飞行中逐渐积累下来